这群星星足智多谋,能用手语交流,会分享战术 他们为了今晚大餐,集体出征,猎手野鹿 星星首领凯撒带头上阵,一根套索飞去,成功制服野鹿 这时,熊大却出来捣乱,一长下去,凯撒儿子蓝眼就被划出伤口 好在支援来得及时,一颖只长矛直击熊大要害,成功解救了同伴 救猴的星星叫做科巴,十年前给人类抓去基因改造 被星星首领凯撒解救后,决定誓死守护凯撒一家 与此同时,人类也为自己的愚蠢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源流感蔓延全球,人类死伤殆尽 凯撒已经十年没见过活人,怀疑人类都灭绝了 随着一声枪响,凯撒的怀疑被推翻,他知道危险来了 成群的星星赶到事发地,人类部队以卷毛哥为首 他们放下枪,表示自己没有恶意,打伤星星纯属意外 他们只是想上山,修复电站而已 尽管同伴受伤,但凯撒也不想惹麻烦 他大声呵斥,让他们立马滚蛋,并安排科巴前去跟踪 科巴来到金门大桥,桥头就是幸存者基地 整个城市的幸存者都住在这里 科巴回想被人类折磨的往事,害怕同族重蹈覆辙 于是鼓动星星们率先发动进攻 不然等人类到来,一切都太晚了 但凯撒却不想惹事,万一开战,可能就会失去现在的一切 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跟人类谈判,争取和平 凯撒率领整个园族来到幸存者基地,表示自己也不想开战 但万一发生战争,园族就会反击 居民们看到这群野兽爆发了一波恐慌 难道狗活十年就要被星星消灭了吗? 眼镜书赶紧上前平息 咱们有抗体,咱们有武器,星星是打不过我们的 浪费一堆口水,这才安抚了居民 但现在基地电力不足,唯一的方法只能上山修电站 卷毛哥自告奋勇,去和凯撒谈判 为了证明自己没有撒谎 他带着凯撒来到破损的电站 得到证实后,凯撒允许卷毛哥一行人留在原族营地修电 修电期间,卷毛哥发现凯撒妻子患病在身 休养数天都不见好转 卷毛哥女友主动提供药物,治好了凯撒妻子 这个举动也默默赢得了凯撒的信任 科巴却看不过眼 要是他们修好电站,人类就会更加危险 但不管跟凯撒多么意见不合 自己毕竟是个小弟,只好乖乖认怂 科巴心里气不过 转头叫上几个小弟,跑回人类基地调查 发现成堆的武器,看来人类蓄谋已久 必须尽快告诉凯撒 但回到营地,却发现卷毛哥一行人出现在家门口 科巴十分恼火,斥责凯撒让星星们陷入危险 凯撒大叫一声扑倒科巴 不停挥舞重拳,科巴被揍得满脸是血 自己也很憋屈,一心不过是为了远足 科巴知道凯撒不相信自己 他让蓝眼好好保护父亲 表示人类只要待在营地,自己就会担心凯撒的安危 科巴只好先发制人 孤身一猴跑到人类基地取得看守信任后 一把抢走步枪 此时卷毛哥修好了电站 城市的电力已经恢复 这是人员两族之间用信任换来的成果 正准备庆祝之时 科巴却躲在暗处,抄凯撒射出了子弹 凯撒硬生倒地,在科巴的谎言下 人类背了黑锅 园族纷纷怒气高涨 势必要找人类反击 卷毛哥一行人藏在一边躲过了危险 但桥头的居民们就没那么好运了 城市恢复电力 居民们开派对狂欢 还没开心多久 星星大军就骤然杀到 他们抢走武器,朝基地发起进攻 枪声响彻城市 街头尸横遍野 坦克被派出防御,却遭科巴跳上车 一把拽下司机 他开着坦克撞破大门 成功突破基地 科巴命令星星杀掉人类 却没有谁敢上前 他们内心明白 凯撒不会想要这样 科巴怒火中烧 要是不杀人 那就杀了你 拖着一只星星狠狠往楼下丢 表示自己就是老大 一夜过后 星星占领了整座基地 人类被囚禁在一边 对凯撒忠诚的星星也被关在一边 卷毛哥找到奄奄一息的凯撒 准备替他做手术 跑回基地拿工具 中途却遇到蓝眼 蓝眼得知父亲还活着 跟着卷毛哥回到安全处 让夫子再次相逢 知道幕后黑手是科巴后 蓝眼决定帮助父亲 放出被囚禁的人类与星星 一家人就是要整整齐齐 忠诚的同伴回归 凯撒的伤势也已痊愈 现在他们剩下最后的麻烦 卷毛哥带着凯撒潜入基地 得知科巴身处高塔 凯撒紧随其后爬上高塔 准备跟科巴进行最终对决 舞台如同斗兽场一般 星星们纷纷围观 等待唯一的首领夺胜 科巴先发制吼 一个飞踢 把凯撒踹到下面 凯撒不甘示弱 发起反击 科巴发现自己受伤 年轻人不讲武德 掏出铁管 不停追击凯撒 搬倒货架 把地板砸出个大坑 两猴抓住铁锁 大玩空中飞猴 只听见蹦的一声 高塔被炸出滚滚浓烟 射尸纷纷砸落 科巴摸出步枪 偷袭凯撒 却被一个飞扑 逼到高塔外面 科巴死死抓住横梁 底下就是无尽深渊 他恳求凯撒救自己 却没想到 凯撒终究夺下胜利 卷毛哥让星星赶紧离开 军事支援马上来临 否则就会全面开战 但人员之战早已打响 这次不过是个开头 凯撒拥抱卷毛哥 守护着最后一丝和平的机会 日后再见 便是敌人 人类没有凯撒想得那么好 也没有科巴想得那么坏 两者都是为了家族 前者是想用和平换来安稳 后者则想消灭敌人 除去后患 那么如果是你 你又会认同谁的做法呢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里是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